耶稣在青来 我们来到身后面这一间华人以临教会 和当地一群基督徒一起为山道里面的小朋友祈祷 而这一群是住在附近的泰族小朋友 也都透过学中文金句去认识神 我身边一位是华人以临教会的红师母 她在代科的时候曾经教过在山洞里面被困的小朋友 请问你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当我听到说我们学校那中的学生被困在那个山洞里面的时候 我的心很紧张然后我很担心 然后因为我觉得说做父母的一定是会很难过 所以那天晚上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回家 就在那个山洞那里守住 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回去 一直在山洞那里喊啊叫啊 无论是下雨啊晴天啊 他们都会守在那个洞口 盼望是他们的孩子有机会出来 回到他们的身边 那我就在心里密之祷告给神 我说神啊求你怜悯这群孩子 我说这群孩子是你的形象造出来的 就求你自己怜悯他们 也听你众儿女们的祷告 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一些牧者啊 他们都会去上那个山洞口去那里见拜 然后去祷告 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在那个地方 做一个我们做基督徒该做的活动去那里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的泪水不值得流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世人都对他们不认识 都不是那么和他们了解 尤其是我们有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但我们还珍惜他们 我们还是爱他们 那么更何况我们的上帝呢 上帝是造他们的神 那这群孩子是上帝的宝贝 上帝会把他们平安地带回来 在这里很想送一首诗歌的歌词 给山洞里面的足球队队员 有了理义仗 未怕窄路牆 我们深信 神的义仗会将会再次显然 所有的人也都会平安出回来 刚才没有分享到 山洞里面小朋友的家长 一一夜夜在外面等候着他的孩子出来 我们天上的爸爸 一样在等候着 未认识他的人 早日回转归向他 我们一样在心愿 我们所一帮的足球队队员 无论是身体上 还是是心灵上 都早日离开又黑又冻的山洞 即使是要经过窄路 都可以回归到他 又温暖又光明的怀抱之中 创世电视 继续在青莱会跟进报导 我们下期见